南瓜大家平时都是炖着吃 今天我教你一个新的做法 您肯定没有吃过 准备一个树上摘下来的南瓜去掉外皮 用我吃饭的小勺掏去瓜羊 切成薄片以后 放入蒸锅 水开即时蒸10分钟 可以放入少许的白糖 增加一下底味 再用勺子碾压成泥 一斤的南瓜 我们放入350克的糯米粉 再用筷子搅成面絮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一个面团 取一块面团 再像视频中这样的手法全部团成小球 搓好以后备运 锅中水开 依次下入南瓜球 开中火煮制 拿手勺轻轻推动 防止粘底 如果您有缘点进这个视频 恰好您的手机还有电 能帮老弟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吗 非常感谢 水开即时大约煮五分钟左右 捞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一勺清水 十粒的冰糖 开小火把冰糖熬至融化 再加入少许的浓缩成汁 熬制汤汁粘稠以后 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勾一个薄芡 倒入我们提前煮好的南瓜球 一定要快速的翻炒均匀 出锅之前撒上少许的黑芝麻 出锅装盘 美食制作完成 南瓜像我这样在家做 酸酸甜甜QQ弹弹 大人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我的主页分享了很多家常菜的美食教程 每一道讲解都非常详细 点个赞吧 家人们 方便以后有什么不会做的能找到我 感谢您的观看